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站在这边有点惶恐了 坦白讲我们在这四五个月的时间下 其实筹备这个活动花了很大的心思 而且用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真的首先我要先感谢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互相合作的各位高中的伴伴 真的大家辛苦了 那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本身的学校是一个完全中学的 所以我有高中部也有高中部 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国中的校长 或许对于所谓高中优质化不是太明白 很多时候觉得好像高国中本身就是不太一样的体系嘛 所以今天会是会邀请我们国中的校长到现场 我来看一下我们高中在这十年来所做一些相关的努力 那他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其实高优十年 高中优质化我们顾名思义 基本上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高中 在这几年当中都可以提升我们的设备跟我们的教学 所以在十年前呢 教育部那就开始投入很多的机会 希望把各个高中的教学品质 做一些提升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副局长到现场 所以在这十年当中呢 我们每一年都会提出升级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竞争型的计划 那我们要提出我们在这个学校 在今年当中 我们在教学的方法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那因为随着不同的教学方式 那我们就需要有各种不同的设备做提升 在这一两年又刚好是新课 刚要开始做推展 于是我们再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 很多我们在走优质化的时候 其实现在我们要做的校导课程 我们要做的各个弹性课程 或者学生自我成长的课程 都是我们优质化的一个重点 各位我们在场的嘉宾 您也许有听到说 我们现在的课程在开课 跟以往有一个很大不同 以前如果我一个年级有十个班 我在同一个时间之内 我是开十节课 我的学生是务必上这些课程 但是新课刚开始之后 我们开始优质化之后 其实我们开了更多的具有 比较有专长性 让学生有更深入 更有广度的一些教训在里面 我们要开的同一个时间的课程 我们需要开1.2倍到1.5倍的课程 那换句话说 刚才有提到我同一个时间 以前是第一个小时之内 我十个班就是十节课 但是现在我可能十个班 我要开12节课或15节课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来做选修 根据他自己本身的需要 根据他本身希望要加强的部分 能够来做一个进行 所以我们今天在明德堂那边 各位卫兵各位 您会看到各个学校 在这个目标之下 我们每一个学校不同的特色课程 以及每一个学校 在这十年当中 他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做的努力 所以我们很开心 有这么多的一个嘉宾 能够到现场 那以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各位到现场之后 经由各个学校的介绍 我相信各位会有更深处的了解 再一次欢迎 同时感谢 我们在场所有嘉宾 谢谢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祖教授 一起系上去 那我们竹篇球团 向这计划的实施 以及主持架构 麻烦虾构 由我们的大学 将要举处 且到高中学校 方向负责 教育的 革新以及预导人物 工创美好 很谢谢女长 谢谢女长 谢谢女长 我们的大学教授 好 那待会我喊高中优质化 我一起喊麦象钦克钢 好 预备 高中优质化 麦象钦克钢 啪啪